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标权 无形死产的最典型代表 商标权就是使用商标商号的独占独享权 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所以说它跟固定死产相比 最核心的区别就是看不见 本质上它俩是一样的 我们对这张的掌握程度应该重点关注 它跟固定死产哪儿不一样 或者说无形死产的特征是它的关键的掌握点 开始吧 先看本章内容提要 本章就无形死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私行研发无形死产的研发费如何处理 无形死产的摊销以及转让 做了系统的展示 这章属于基础知识章节 一定要全面掌握 本章关键考点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 无形死产在非货帮交换方式 债务重组方式 政府补助方式 分期付款购买方式下 入账成本的确认原则 这个债务重组跟非货帮交换咱还没讲 但是这两个是无形死产取得路径中 最容易被靠到的 只能说这一章没展开 但是这是一个关键点 剩下的政府补助 专门有一个政府补助章节来说 这章实际上就讲了一个 分期付款购买方式的入账原则 我们在这儿呢 知道它的重点在哪 有很多内容呢 是以后要讲的 再来第二个 土地使用权跟地上建筑物怎么区分 应该说呢 一般来讲 如果说呢 这个房地产是自己用的 比方说自己的办公楼 自己的厂房 它这个地皮要单做无形死产 叫土地使用权 地上的这个才叫固定死产 这两个要分开 这是一般情况 如果说呢 你买了个办公楼 说地皮和地上无法明确分拆的 那你都按固定死产算 这是特殊情况 没有这种特殊情况之外的 一般情况 地皮单叫无形死产 地上单叫固定死产 这是一般情况 另外呢 那个房产开发商 盖的那个商品房 那个也叫房地产 他那个主意啊 他那是库存商品系列 他的名字叫开发产品 他那个开发产品的地皮和地上建筑 是不分的 那是在一块的 所以说这个区分核算 说的是自用房地产 来 第三个 内部研发费的会计处理 对无形死产的内部研发费 我觉得最主要的考点是跟那个锁的税挂钩 就是研发费追扣 按照最新的税收政策 追扣应该达到百分之百 当然也有追扣百分之七十五的 这个考试时呢 他会提示你用哪个标准 内部研发费在会计核算上 首先要知道 另外呢 一定要和后面的锁的税讲到时 跟他连带一起考虑 这块呢 是锁的税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考点 叫内部研发费的锁的税处理 讲的时候再说啊 在这你先知道它的基本原理 再来 无形死产摊销 结合它的简直处理 无形死产的摊销用的方法大部分 跟固定死产的直线法 或者叫年限平均法是一样的 当然有的无形死产 你像它这个特许经营权呢 包括一些所谓的专利权 它是有固定产量约束的 这种情况下 它可能按照类似于固定死产的工作量法 进行所谓的产量法分摊 这些呢 我觉得方法首先要知道 一般情况下 默认的都是直线法 你除了知道直线法怎么摊之外 还得知道 它如果发生减值 那么这个减值怎么提 包括无形死产的可收回价 怎么算呢 这个固定死产可收回价 怎么算来着 固定死产可收回价 叫公允处置进额 未来留量折现 二者之孰高 这也一样 算完了可收回价 得知道它的减值怎么提 另外减值厚 当做全新无形死产 跟固定死产一样的 全新的这么一个死产 后续的探销器 探销方法 残值一切重新再来 而且无形死产体检制是不让恢复的 这些都是重要点 来 卖它 一个是出租 一个是所有权 转让 出租的话呢 是转让使用权 出售的话是转让所有权 还有一个报废 这个呢 主要是问它的损医的科目归属对象 难度不大 来我们看看本章的具体讲解 先看头一个 叫什么 啥叫无形死产 它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先看看无形死产的概念 无形死产是指 企业拥有或控制的 这个是所有死产都用的词 因为这个死产的话呢 要么就是借的 要么就是业主头的 借的这个叫控制 业主头的这个叫拥有 这是两种状态 来 接着说 企业拥有或控制的 没有实物形态 看 看不见摸不着 因为它是一种特权嘛 可辨认 非货币性资产 这里面有这么几个词 可辨认什么意思 待会重点讲 我先给你提示一下 可辨认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死产它可以脱离企业单独交易 你比方说这个商标权 你也可以用 我买过来 我也可以用 这就属于可单独辨认 可以脱离企业单独交易的 什么叫非货币呢 非货币通俗说呢 就是它将来的货币的回流量 提前是不知道的 你说你买个商标权 花了一百万 你说将来才能给你挣回多少钱来 这谁也不知道 所以说呢 无形资产是这么一种 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 而且是没有收入形态 使企业拥有和控制 这样子 我们先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拿商标权作为代表 首先什么叫商标权 商标权就是使用商标商号独占独享权 这里面我们举一些手表的典型的案例 手表的牌子非常多 这是世界顶级奢华品牌 头一个叫什么 这叫百达菲利 百达菲利 它这个标志是P-A-T-E-K P-H-I-L-I-P-P-E 长这样 手表非常漂亮 这个的话呢 一个得上百万 这个呢 帝多 这个牌子没怎么听过 T-U-D-O-R 长这样 也挺漂亮的 这个应该都知道 劳力士 劳力士 劳力士一个皇冠嘛 他这是他的典型标识 R-O-L-E-X 这是我的 Omega 对对 Omega 是最便宜的一款 人家这款的话呢 大概卖十万块钱 Omega是那个 James Bond的007代言人嘛 007 007的话呢 杀人的时候都是带着 Omega Omega 就转这样 再来 江士丹顿 江士丹顿 再来 这个叫什么牌子 这个叫天梭 T-A-S-L-C-U-T 这个是万国品牌 应该叫万国吧 I-W-C 就这个 这表都非常漂亮 那么刚才这个表的标识 比方说 像刚才的Omega 长这样 那么这种商标商号的独占独享权 是人家Omega这个公司的商标独占 如果说呢 我自己也生产手表 结果呢 我弄了这么一个标识 贴到我的手表上 作为我的标识 这就是典型的商标侵权 人家会告我商标侵权的 在这儿呢 这种商标商号的独占独享权 就叫商标权 它显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是一种特权 OK 看看特征 第一个 石油企业拥有和控制的 并且能够给它带来 未来经济利益的一种资源 这是所有资产应该必备的一条 拥有控制 两个来源嘛 能够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它这儿所说的能够 指的是概率在50%以上 或者叫很可能创造经济利益 这种资源 第二个什么特征 没有实物形态 看不见摸不着 看不见摸不着 商标商号独占独享权是代表的 所有的无形资产都是一种特权 它是一种特权 看不见摸不着的 什么叫可单独辨认 这个我刚才说过了 但是在这还得再强化一下 所谓可单独辨认 是指的它可以脱离企业单独而存在 符合如下条件之一 认为它是具有可单独辨认性 第一个 它能够从企业中分离出来 并且能够单独的往外卖或者是转让 说的通俗一些就是它可以单独交易 跟企业并不是什么同生共死的关系 比方说商标权 你不用了 你可以卖给别人 比方说专利权 你不用了 你可以卖给别人 它可以脱离企业单独拿来交易 这就属于可单独辨认性 应该讲绝大部分的资产 都是可单独辨认的 只有一个不能单独辨认 它叫商欲 待会再专题说 产生于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 无论这些权利是否可以从企业 或其他权利意义中分离出来 这句话是说呢 它是一种法定的 或者叫合同性的一些权利 商标权就是典型的法定权利 OK 两个条件符合一个就是可单独辨认 我觉得可单独辨认 最简单的识别手段就是 单独可以拿来交易 这是最好理解的 什么叫不可单独辨认呢 这里面其实特质的就是商欲 商欲就是不可单独辨认 但是你注意啊 商欲它可不是无形私权 商欲是和无形私权并列的另外一个私权 什么叫做商欲 在天时地利人和诸多要素的共同作用下 企业能够创造超额收益的这个能力 称之为商欲 举个例子 北京有一个著名的商场叫王府井 这叫北京市百货大楼 也叫王府井百货大楼 这是一个地儿 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的位置在哪 在王府井大街上 王府井大街紧靠着是长安街 东西巷 王府井大街是南北巷 这两条街呢可以说是中华第一套最完美的一个交叉点 可以说呢 这里面每天游人如知 每天的这个游人工作量大概在二十万上下左右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可以说呢 客流这个地利位置是无可比拟的 占尽地利 天时有没有 有 人家历史很悠久 人和有没有 有 人和的诸多因素的造成下 同样的东西 在这个商场卖的更高 价钱 而且卖的量还特别大 所以说人家能挣更多的钱 这种超额盈余能力 就是他的天时地利人和 诸多因素造成的超额赚钱盈余的这个水平 这种能力叫商欲 你说这个商欲为什么它是不可单独辨认的 我们想一个问题 不可单独辨认的意思是说 这个商欲是和这个企业同生共死的 离开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任何一条因素 这个商欲就没了 这才叫不可单独辨认 那就说呢 脱离企业它就不存在了 脱离这个企业的特定的天时 特定的地利 特定的人和 这个商欲就嗝屁了 比方说 你把这个商场搬到我的老家 就是这个 贺北省五极县北苏向一头寸 刚才是我的家先话 还行 比较纯正 重新再来一遍 河北省五极县北苏向一头寸 看没有 我家就在这 搬到我们那去 就搬到我家旁边吧 就在这 我们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村子 我们村子产业非常发达 我们村子的旁边就是一个化工厂 化工厂的名字叫 某某某本安厂 本安厂 大家知道这个本什么味道吗 就是一股的苦幸而味道 他这个晚上十二点的话 这个厂子就开始排屋 那个味道特别难闻 最极端的是 他那个排屋这条线 两边的这个家人呢 整个这个我的乡亲家人 好多得癌症 胃癌 就喝那个水不行 整个这个抽水机打来的水啊 都是白姜色 这是这个本安厂 据说我们全国的白姜厂只有两家 这是其中一家 非常荣幸 而且我们村子里面 有三百家养鸡厂 但是你早上起来 听不见公鸡叫 公鸡全部被宰了 只能下蛋 下蛋的母鸡才可以生存下去 公鸡全吃了 而且呢 在这个位置 是一个鸡粪厂 鸡粪厂啊 就是鸡下的那个粪 应该叫鸡拉的粪 它收了之后 在场地上进行晒 晒成那个锅粑状 吃锅粑嘛 然后把它打成粉 装袋来 鸡粪厂 这有一条主干道 它主干道的话呢 我曾经在夏天从这走过 你从它这个鸡粪厂旁边过 就看见前面漆黑一片 为什么 鸡粪厂上面趴着一层苍蝇 你从它旁边过的话呢 就听见飞机起飞的声音 你一过去之后 这苍蝇就回来了 很happy的吃着鸡粪 所以说呢 这个地儿的环境 可以说是达到了人类承受的极限 如果把我们的王府井商场 搬到我们老家这个位置 这个商场 顺便就死翘翘了 可以说的话呢 它离开了地利 就别说别的了 只要有一个不符合 这个商蝇的价值将会不复存在 可以实际上说呢 商蝇是它的各种因素 诸多要素造成的一个综合的超额原因能力 那么这个超额原因能力的话呢 离开任何一个指板它就没了 所以说它和这个企业是同生共死 不可分离的 没法把这个商蝇单独拿来交易 做不出来的 你看一般的我们这儿就死翘翘了 这肯定的 那个地儿 生存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说商蝇是不可单独辨认 那么商蝇这个东西 怎么能够认定它的价值呢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有一家公司是A 他把这个王府井商场给买了 注意啊 全买 全部股份买下来 也可能把它注销掉 并到A公司 也可能把它单独作为一个法人 独立存在 形成全资控股 花多少钱呢 花了13个亿 这是他的买价 买价的话呢 13个亿对吧 就是把它全买下来 然后找了个评估视频嘛 说这个王府井商场在被买的瞬间 它的公允的净私产是多少呢 你注意啊 公允净私产一般是指的不算商欲 你也可以管它叫公允可辨认净私产 什么叫公允可辨认净私产 我给你写这儿 公允可辨认净私产 公允可辨认净私产 注意它这个定语 所谓公允可辨认净私产 通俗说就是没有测算商欲 不包括商欲的那个公允净私产 所以它叫公允可辨认净私产 比方说经过评估值10个亿 你花了13个亿买它 你多出了几个亿啊 3个亿 这就是商欲的价钱 商欲 商欲的报价 商欲的报价就是这么来的 来除复一遍 商欲怎么来的 用它的合并对价 减掉它的公允可辨认净私产的份额 差额就是商欲的报价 再重复一遍 商欲是用合并对价 说的是非同一控制 同控非同控 我们回头再详细说 就是一般的这种合并行为 一般都是非同控 合并报价13个亿 就是把它买下来 但是经过评估 它的公允的可辨认的净私产是10个亿 那你多操的三个亿 就是买商欲所花的钱 还有个问题 这个商欲在账上 要不要确认这么一个账户呢 如果A公司是把这个王府井商场买完之后 然后把它注销掉了 吸收合并 也就是说王府井商场的资产的负债 并到了A公司的个别账策 这个时候商欲是A的一个个别资产 要在账上确认 三个意味 而如果A公司是拿到王府井商场的百分之百股份 没有将商场注销 让他还活着 是个法人地位保留 这叫控股合并 我们后面讲长头会详细说这个事 这个控股合并的话呢 A公司和王府井商场 它是个母子公司关系 要编一张合并报表 在合并报表里面 商欲三个亿 作为合并报表的集团的一个资产出现 那就说呢 它是个合并报表的项目 不是单个法人的这个公司的个别报表 所展示的项目 行了 这事说差不多了 来 接着看 商欲不可单独辨认 刚才说过好多遍了 就是不能够单独交易 它必须和它的特定的天时 特定的地地 特定的人和 诸多因素 共同组合形成超额营能力 称之为商欲 它脱离了企业的天时 地地人和的任何一个指标 将不复存在 因此它是和企业同声共识 不可单独辨认的 就没法单独交易 自创商欲不入账 你刚才这个王福景商场 自个儿的商欲特别高 到底多少高 这个也不知道 因为没人买它 自创商欲不入账 它自己创的商欲 在账上是没有的 只有你买了它了 才会出现商欲 在这儿的话呢 如果是吸收合并 刚才说了吸收合并 A公司把它给吸收了 那王福景商场的资产呢 负债啊 以公允口径 并入到A公司的个别战策 其中就有一个商欲 三个亿 构成A的个别资产认定 这叫吸收合并 构成个别报表的一个资产项目 控股合并 如果A公司是对王福景商场 百分之百控股形成全资的母子公司关系的话 那他要编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里面会有这么一个商欲 价值三个亿 它这个合并报表项目 就不是个别报表项目 有关什么叫吸收 什么叫控股 我再简单的给你补一下 来来看这儿 吸收长这样 你比方说假公司 把乙公司的全资的股份都买下来 买完之后呢 他把乙公司注销 然后把乙的资产负债并到假公司的个别账策 这个过程就叫吸收合并 吸收合并完了之后 只剩下一个吸收方 被吸收方就没了 这叫吸收合并 那什么叫控股合并呢 长这样 假公司买了乙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之后 他让乙公司的法人地位保留 没有把它注销掉 没有把乙的资产负债并到假的个别账策 这种情况下 这种全资的持股叫控股合并中的一种 当然在这如果持股比例达到80% 只要过半一般也叫控股合并 为什么呢 因为你持股过半意味着过半表决 过半表决意味着他什么政策都是你说了算 你可以通过这种投资持股过半完成对他的控制 这种关系形成母子公司关系 这就通常所说的控股合并 控股合并的话呢 假公司作为母公司要编合并报表 就是由假以两个法人组成的集团合并报表 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两种合并 在这儿呢 先简单了解一下 后面会专题在长头环节 企合并环节 会重点的认真的去总结 什么叫吸收合并 什么叫控股合并 那个就更讲的全一些 来 在这儿呢 我还得插一句话 那个商欲都是非同一控制 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合并 什么叫非同一控制下的企合并 它的一个反义词叫同一控制 什么叫同一控制 比方说联想集团 联想集团里面有好多家公司 几十家上百家 那么联想这个集团范围内的 什么里面的A公司 把他的B公司吃掉了 或者把C公司吃掉了 你是不是在发生在一个集团范围内的 你是不是在一家子的范围内 你是不是都在一个同一个母公司的 控制下的范围内 没错 那也叫同一控制 就是往前倒 倒出一个妈来 这个叫同一控制 同一控制的话呢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 一个集团内部 你吃我我吃你 那叫同一控制 什么叫非同一控制呢 就是 我跟你没关系 我在吃掉你之前 我在合并你之前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它叫非同一控制下的企合并 在这儿呢 我们说的这个商欲记者 非同一控制才有这事 同一控制 没有商欲的可能 来 商欲怎么走账 刚才说过了 它的入账金额是合并成本 也就是出多少钱把它买下来 以及拥有的被投资方可辨认 可辨认 意思是没有算商欲的那个净资产的那个供应价 这叫商欲的报价 就像刚才说的 A公司把王福景全买了 也可能是吸收合并 也可能是控股合并 出了13个亿啊 非同一控制的 你和他原来没关系 就花13个亿 真金白银 把它买下来 那么经过评估的话呢 王福景商场的公云可辨认净私产 10个亿 你多掏3个亿 那就是买他的商欲所处的钱 懂了吧 这么来的 商欲它不是无形私产 商欲跟无形私产是并列的 这点搞清楚 但是商欲也是看不见的 这是肯定的 再来 无形私产属于非货币 这个刚才说过了 什么叫货币性 什么叫非货币性 我先做一个总结 货币性私产 是指的 要么它本身就是货币资金 要么就是它将来的货币资金的回流量 提前可以知道 比方说应收账款 比方说应收票据 比方说债权投资 这种私产有个特点 就将来能回来多少钱 提前可以知道 你写印象账款100万 那将来回来的就是100万 在这的话呢 这种货币资金的将来的回流量 提前可以预先得知的 它叫货币性私产 什么叫非货币私产 就是你将来的货币的回流量 提前不知道 你说你买个商标 你说你买它花了100万 对不对 它给你带来多少现金回流 这谁也不知道 还有谁啊 你比方说呢 你买个汽车 那是固定私产 对吧 当固定私产吧 它也是非货币私产 因为这个汽车将来能给你挣多少钱 也是未知数 包括咱们前面讲的这个存货 你买了一批货 囤在库里面 将来能买多少钱 这个谁也不知道 在这呢 这些都叫非货币性私产 存货固定私产 无形私产 包括我们后面要讲的投资性房地产 这都是非货币性私产 它将来的货币的回流量提前是不知道的 那这个好理解 来看一下20年的一个考题 下来课想 关于商与的说法 其实是正确的 第一个 商与不具备实物形态 符合无形私产的特征 应当做无形私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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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与它和无形私产是两个并列私产 虽然他们俩都没有实物形态 但是他俩可不是一类 企业内部产生的商与不应做资产 没错 自创商与不入账嘛 再来 同一控制下起合并中 合并方支付的对价 与取得被投资方合并当天 账面净私产份额的差 不能做商与认定 对不对啊 对着呢 那这个差应该往哪放 比方说同一个集团内部 出现了 控股合并 你花了一百万 结果呢 对方公司就是被合并方呗 账面净私产 属于你的份额是八十万 你的一百万和八十万相比 这不差二十万吗 这个呢 应该调合并方 也就是控股方 一般说的是控股合并啊 他的资本攻击 他的盈余攻击 他的未分利润 这个问题不是在这讲的 是要在长期股权投资 同一控制背景下的那个初始伎量 会专题讲 总之 他这个不是商与 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中购买方支付的对价 小于取得被投资方购买日 可变净私产供应价份额的差 做当期损益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商与都是正的 就是你花了十三个亿 对方供应可变净私产的份额是十个亿 十三个亿超过十个亿 三个亿 那叫商与 那翻过来说呢 说你花十个亿 但对方供应可变净私产的份额是十三个亿呢 你白得的三个亿走哪 走营业外收入 如果它是吸收合并 是吸收方个别报表的营业外收入 如果是控股合并 就是集团的营业外收入 总之 既当期损益是对的 必吸地是对的 你看不 这题还是挺难的 还是挺难的 OK 散栏 下列个像制造业应当做无形私产的是谁 市场商业根本就不做私产认定 更谈不上做无形私产认定 而且人家商业就算做私产认定 它也不属于无形私产系列 取得的地皮是不是 是土地使用权吗 我们后面会讲 合并形成的商与 这个本身人家可能是个私产 作为吸收方的个别报表体现 或者说作为合并报表的集团的私产来出现 但它肯定不是无形私产 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 走当期管理费啊 这里面只有B做无形私产 那这个谁不做无形私产 客户关系 人力私援 内部的品牌报刊名 以及运转计算机控制的机械工具所不可获取的核心软件 我们先说前两 这两个 给人的感觉好像跟无形私产差不多 但是你注意啊 客户关系也好 包括人力私援也好 有个最大特点 没法表达成货币 没法进行所谓的可靠计量 在这儿是不做无形私产认定的 你作为一个私产 你首先得干嘛 条件 你一个私产作为一个私产认定 首先 最起码一个条件 能够货币计量 这个做不到的 内部的品牌和报刊也不做无形私产 再来 运转计算机控制的机械工具所不可获取的核心软件 这个软件和设备组合在一起的 得看谁是主要的 如果说呢 这个运转这个计算机本身的这个机械工具 最核心的软件是这个设备所不可或缺的 换句话说呢 离开这个软件 这个设备就玩不转 就是废铁 这种情况下 按固定私产算 不做单拆无形私产 那这四个都不做无形私产 行了 这是无形私产的一些基础概念 下面我们正式讲解无形私产包括哪些内容 这个得背啊 第一个叫商标权 商标权再来一遍 就是商标商号独占独享权 等会儿它有期限嘛 有 一般期限是十年 但是到点的话呢 可以延续再来十年 它是受法律保护有法定期限 一般是十年 不过在这儿呢 得说清一个事 商标权 在法定期内 受法律保护 如果有人侵犯你的商标权 你可以告诉他 在这儿呢 我们看看几个比较奇葩的山寨商标 看 头一个 七匹狼 他的帽牌货叫八条狗 哈哈 这个 你说这个牌子 谁敢穿出去 比方说我穿着八条狗 再拎着一条狗 然后呢 转着俩这个什么健身球 那在这儿的话呢 这是个什么形象啊 所以在这儿呢 这个我觉得这纯次是恶搞的一个商标 再来 麦当劳 帽牌货叫我当家 百事可乐 他的帽牌货叫白事可乐 你说多慎的 什么叫白事 死人才叫白事 死了人还挺可乐 找抽呢 这是 还有 可可可乐 他的帽牌货叫菊花味 口可可乐 菊花味 菊花味 去火的 去火的 那次给我们当地的注册派记师后续培训 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 六十岁以上的 我举这个例子 他说这个菊花不是去火的吗 是挺去火的 但味道肯定是不正的 再来 蓝月亮 帽牌叫什么 蓝月壳 你看见没有 造型非常像 阿迪达斯 impossible is nothing 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人家的帽牌叫 阿迪王 一切皆可改变 比他还硬是 六个核桃 帽牌货叫六个核弹 这是谁敢喝呀 谁敢喝 喝的东西跟自杀一样 送你六个核弹 炸死你 在这儿的话呢 有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商标权 每家公司只要一开张 他都有自己的商标 每家公司只要一开张 都有自己的商标 那你说是商标 是不是就做无形资产呢 在这儿你注意啊 必须是有价值的商标权 才有资格做无形资产 你不是说你一注册 你有了商标权 但你的商标权没有人认识 无人识 没有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算拿到商标权 没有价值 是不做资产 更不要说无形资产 比方说 同样两瓶啤酒 一瓶叫青岛啤酒 一瓶是我们当地的国人啤酒 这家公司都倒了 但是曾经它是风靡一时 国人啤酒 那这个啤酒的话呢 有没有商标权 有 它有价值吗 没有 两瓶啤酒放在面前 我请你免费喝 你喝哪一个 你肯定喝这个 在这的话呢 这就是市场感应力啊 没人知道国人 但是都知道青岛啤酒 这就是它的商标的号召力 你这个国人啤酒 有没有商标权 有 但是它没有号召力 没有价值 当然不能做不幸资产认定了 而且喝国人啤酒 需要搭批一样东西 叫利特灵 或者叫谢霆锋 谢霆锋果然有这个要 就拉了之后 直接挺给你封住 想拉都拉不出来 据说谢霆锋对此 非常的气愤 告诉他这个 叫什么 叫名誉侵权 人家这个谢 你是那个谢谢的谢 人家这个挺 你是那个雷挺的挺 人家这个疯 你是那个啥疯 在这的话呢 你没有人家那个疯 疯得更猛 谢霆锋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牌子的商标啊 没有价值 他得搭售一个谢霆锋 才能够卖得出去 就是喝完国人啤酒 必须得和谢霆锋 否则会拉个不止 总之一句话 商标权必须有价值 方可做无形资产 看 必须能创造经济利益的 方可做无形资产 而且在这还有个问题 自创商标是不如诈 你自个创的牌子 虽然有价值 也是不如账的 除非你被别人买了 在这呢 这是另外一件事 来接着看 商标权受法律保护 有法定期 一般是十年 但是你注意啊 他这个十年到了之后 可以延续 叫续注 继续注册 还可以再延十年 一般来讲 可以滚动的延下去 只要那个商标 做得非常好 就会一直延下去 但是必须有价值的商标权 方可做起的无形资产 没有价值的是 没资格做私产的 更谈不上无形资产 另外的话呢 为了谨慎 自创商标 根本都不入账 还有一个谁 专利 什么叫专利 专利的话呢 举个最简的例子 听说过有个叫 101生发精碗 这是一家公司的 一个著名的品牌 101生发精 据说它有 全国知名的发明专利 就是抹上之后 头发蹭蹭蹭的长 就跟韭菜一样 我觉得这个专利的可信度 非常的让人怀疑 为什么 你看那个英国王室 查尔斯王子 包括他的儿子 他的孙子 这一溜 都是秃子 英国王室 有的是钱 一年的话呢 这个政府给他的那个 拨的那个日常的维护费 都是上千万英镑 他们家那么趁钱 为什么各个秃子 没治好呢 难道他们喜欢秃吗 难道英国王室 是以秃为美吗 不是的 说明他就是没法治 如果101生发精 真那么牛的话呢 你让这个英国王室 去用一用 一旦把这个毛 长出来了 我觉得他比你的广告 效应 要比任何一个明星 更具有代表性 到时候英国 特斯王子 这祖孙三代 做的一块 举着101生发精 秦母101 头发 旺盛 如森林一般 怎么可能呢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打折扣的 一个可信度 但不管怎么说 人家也是一种专利 也可能的话呢 在抹完了101生发精 又学了会计 瞬间头发 蹭蹭蹭的长 那我的会计 得作为搭配 那在这的话呢 这种专利 就是发明特殊的专利 只有人家 这个厂家所有 别人不能用 这就属于专利权 叫独占发明创造 这个的 当然不能算 入流的专利权 真正入流的 你比方说 托马斯艾迪生 发明的那个电灯 电灯的那个发明专利 就卖给了洛克菲勒 归人家所有 所以在这的话呢 他是受法律保护的 但是这个发明专利 是20年的保护期 你现在再去生产电灯 不需要到美国 去租他的专利 外观设计 实用新型专利 实用期是10年 而且这个发明专利 有个特点 过期为社会所共享 我举一个大家身边 最常见的例子 看这 有个著名的品牌商标 应该是著名的 这么一个专利 它是个牌子吧 发明专利 万艾可 万艾可的话呢 这个名字 你可能不知道 有个名字 大家肯定听说 我叫伟哥 这个药的话呢 当时在发明的时候 是奔着治心脏去的 结果出现了 另外一个 特别辅助的副作用 所以说在这的话呢 解决了很大的一些 某些人的问题 万艾可 他这个伟哥的话呢 在五年以前 你去看新闻 专利到期了 到期之后呢 哈尔滨 有一个制压厂 马上开始进行仿制 这个万艾可的话呢 最早的报价 这一盒三百多块钱 蓝色小颗粒 那在这的话呢 一旦被仿造之后 瞬间就跟那个什么 糖豆一个加进来 那在这的话呢 这就是专利到期之后 为社会所共享 这些东西的话呢 在这是典型的一个代表 还有最近的新冠疫苗 还有新冠的一些 所谓的特效药 前几天不刚批了吗 瑞瑞瑞什么 辉瑞的 那这个的话呢 也是为人类所共享 那人家主动放弃 你没有主动放弃的话呢 就得到点 看见没有 20年 或者说10年 你能够为社会所共享 要这么说的话呢 专利是有期限的 专利是有期限的 但必须是有价值的 方可做无形资产 你知道美国的话呢 专利局里面 存着380多种 逮耗子的专利 我看他那个专利 有一个最贬习的 day耗子的专利 怎么说呢 就是把耗子先抓住 抓活的 然后呢 给他做个小手术 在他片里面 塞一个黄豆 豌豆也可以 豌豆最好 还个儿大点 咔咔咔咔 给他缝住 把他放出去 这只耗子 三天的时间 只吃不辣 他会憋疯的 疯了之后怎么办呢 他会把他 见到的每只耗子都咬死 然后自己再活活憋死 这也是day耗子的专利 专利局里面 记录档案 有这么一个专利 这个专利的话呢 没有任何使用价值 想想都恶心 你说他能做无形资产吗 肯定不行的 那这是专利 什么叫专有技术 也叫非专利技术 专利 非专利技术 有个别名 叫专有技术 来写这 专有技术 或者叫非专利技术 专有技术 非专利技术 和专利权 其实本质上 都是一种技术诀窍 都是技术诀窍 为啥不叫一个名呢 这么说吧 专利权 法律可以保护 专有技术 法律是保护不了的 怎么可能保护不了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就知道 他没法保护 这个专有技术 有一个别名 叫祖传秘方 祖传秘方 我现在告诉你 一个祖传秘方 北方 有一个主食 叫疙瘩汤 冬天的话呢 最好喝了 尤其是早上起来 或者喝了场大酒之后 来碗吸的疙瘩汤 效果非常好 暖味啊 怎么做呢 特别简单 先做一锅 西红柿鸡蛋汤 然后呢 拿一个碗 放三分之一的面粉 放在这个水龙头底下 把这个水龙头 拧到滴答的状态 拿个筷子就这么搅 不断的把那个水和面粉 拌成小的颗粒 这个时候的话呢 西红柿鸡蛋汤已经做好了 直接遮到里面去 遮的话呢 在煮了两三分钟之后的话呢 差不多熟了就 放点醋 放点香菜 放点蒜片 点个香油 哇 那个味儿 喷香 非常好喝 但这个 这个主食的制作工艺 最麻烦的就是 拌颗粒的时候 特别慢 结果呢 过年回家煮肉 我一个表舅 是开大排档的 他就闲聊 说你们这个鸡蛋汤怎么做 我就把刚才的这个工序 给他说了一遍 他说你这太慢 来了二三十个人 都要喝鸡蛋汤 怎么办呢 你不能让顾客等着 你得以最快的速度 把它做出来 怎么做呢 他说啊 你把那个案板子铺开 上面铺上一层斩布 把面粉撒上去 然后端出一碗水来 喝下去 注意啊 别厌汗 站在一米开外 转着圈喷 喷在那个面粉上 当然肯定还有他的口水 喷的话呢 一定要把它喷成雾状 喷雾 喷完之后的话呢 然后呢 你拿这个手 看见那个帕金森没有 就这么抖 拽着这个斩布就抖 抖的话呢 他这个面粉会和你的 喷的这个水 包括你的口水 均匀的混合在一起 形成非常细小的小颗粒 旁边是做好的西红石鸡蛋汤 直接一遮就成 特别快 人称口喷鸽的汤 我当时听到的惊呆了 我说你们这个大排档 全这么玩吗 他说我知道的 都这么干 越人多来喝鸽的汤 全是喷的 自此我再也不喝 鸽的汤 就是大排档 所有的鸽的汤 全部喝 那次给烟草专卖局上课 120个学生 听我讲了半天的无形私产 正好讲到饭点中午 下课了 就讲到这个口喷鸽的汤 中国的主食 就是鸽的汤 这100多个人端着盘子 从鸽的汤面前过 没有一个冻筷子的 也没有一个冻盆子的 只有我快了一大勺 我不怕 为什么 那五星级饭店 肯定不是喷的 口喷鸽的汤 就是专有技术 就这个呗 这个东西就是没法保护 祖传秘方 我跟你说 这个例子虽然恶心 但是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就是它代表的一种诀窍 代表的一种小窍门 我们举一个正式的例子 刚才这个例子 你就当玩笑 北京有个全聚德考验 你知道吗 全聚德考验的话 最早商家考的时候 全聚德这个鸭子考的时候 外边都糊了 里头是生的 这个经理就想法 姓杨 杨经理就想法 结果那时候的话 前卿有一个厨子 退休了 在家里养着 就把他请过去 灌醉了之后 就问 怎么能够把这个鸭子 烤手里头 这厨子的话 就说了四个字 叫后门失火 你知道什么叫后门失火吗 简单说 就是在烤鸭子之前 从鸭子的片里面 把水打进去 再吊起来烤 外边烤 里边煮 那叫外焦里嫩 你看到没有 他就是一句话 解决了技术难题 你说这些东西怎么保护 就像刚才我说 那口门疙瘩 你晚半夜十二点 你喷 我怎么收你的费 我没法控制 所以说 专有技术有个最大特点 是法律没法保护的 它是一种诀窍 是一种窍门 一点就通的 懂了吧 在这的话呢 它是不受法律保护 没有期限 你自个儿保密多久 你就享用多久 OK 但在这儿都有一个特点 必须是有价值 方可做无形私产 我见过最猛的一个 无形私产的 就是那个非专利技术 是在唐山有一个县 好像是卢龙啊 还是什么地儿 我们当时呢 在青黄岛有一个培训班 秘书长的这个脚摆了 当地的人说了 说我们这儿有一个神奇的大夫 他自己个儿开了个医院 三层楼就他一个人在那儿上班 然后呢 就去治 治的话呢 特别有意思 不让我们去进治疗室 把人领过去之后 让他趴在那个案板子上 趴在那个操作台上 这听我们内秘乡 回来之后说的 然后的话呢 他拿那个酒精棉球 先擦第一项 然后呢 裹刀裹刀裹刀 再擦第二项 完了 收费标准特别有意思 一个棉球 二百块钱 四百块钱 总共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 我都惊呆了 因为旁边有个垃圾桶 里面全是棉球 我的实地盘点的眼睛上了 我特别想把这个棉球 倒在地上 一个一个说 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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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医院 那家医院就三层楼 这一个大夫 一人包了 就这么一项专有技术 就是一个典型的治疗技术 瞬间我们那个门市长 行走如飞的就出来了 就这么快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专有技术 太有厉害了 就是典型的技巧 为什么不让别人看待 也有可能 它只是一个窗户纸 一捅就破了 行家一看 就知道有没有 但人家就这么治 而且人家一个人 撑起三层楼 这么一个医院 所以说的话 这个专有技术 还是很有一套的 在这的话 它就是一种取诀窍 不受法律保护 没有法律期限 你想用多久 你自己就保密多久 得看你保密的时间长短了 所以说这个的话 真的有可能会支撑一个产业 甚至一个行业 这是我见过 真的专有技术 祖传秘密封 再来著作权 著作权就是版权 版权这个东西 你看我们知道 现在最牛的版权是谁 郑渊杰的 郑渊杰的 这个匹匹鲁鲁西西 我们从小看 可以说是 看过他的鲁西西的 匹匹鲁的 这些人都已经四五十岁了 看了一辈子了 他每年的版税数 大概是三千万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挣的 早就开始挣了 所以说的话 他的版税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个著作权 什么意思 就是人家创造出的决策 人家创造出的这个作品 卖给你拍电视的 拍电影的话呢 要收版权费的 这叫著作权版权嘛 受不受法律保护 有 有没有期限 有 在这的话呢 这个大家要知道 他这个期限到什么时候 到他这个 就是在著作人 驾鹤西游后 再数五十年 五十年的第五十一年应该是 这个版权为社会做贡献 听懂没有 你比方《红楼梦》谁的 曹雪芹的版权 那早过期了 好吧 早过期了 再来 大家现在好像 郑元杰先生已经数不上了 现在最火的是谁 南派三叔 盗墓笔记这个东西 据说有个著名的网络作家 叫江南 他的版税一年是五千万 比莫延先生的那个 诺贝尔奖 哎呀 一年得多 七十五个奖 我从来不看网络小说 我觉得网络小说的话呢 水平比较差 当然也有个别的 明朝那些事 是我唯一看过 土地使用权 就是地皮呗 咱们国家的土地 是归国有 那你想去占地皮 必须从国有相关部门 一般是国土资源管理局吧 去买这个土地审券 受法律保护 有法定期限 这是肯定的啊 咱们买的那个住宅楼 是七十年的地皮使用权 那七十年之后呢 七十年之后的话呢 那你不用想那个 因为你活不到七十年之后 你想想吧 你现在三十岁了吧 你能活到一百 这个也不能说没有 但是可能性非常低 可能性非常低 活一百 那是一个梦想 所以说的话呢 你买那个土地 省权了七十年的这个住宅楼 实际上还是相当于给国家交租金 知道吗 根本都不是你的 因为那房子最够还是给国家 特许权是什么东西 这个包括两个 我们看一下特许权包括两种 第一种叫政府特许 政府特许 你比方说最典型的是烟草专卖权 这就是政府特许 你不能私人搞这个的 为啥呢 烟草这块属于超级暴力 只能国家拿着 不能给个人 给个人的话呢 会造成社会不公的 因为你政府的话呢 挣的钱归人民大众所有 挣的钱反正就是用在人们身上 这样的话呢 才能符合它的所谓的公益的特点 政府特许最典型的是烟草专卖 原来有一个叫延专营 你知道没有 现在已经放开了 但是烟草专卖这个话没放开 我估计以后也不会放开 这是一块肥肉 不可能给私人的 所以说呢 人家烟草专卖整个这个系统都非常牛 吃国家体制饭嘛 我不是说了吗 给烟草专卖这边上个课 那些人的话呢 九十年代末 两千年初 很牛的 我们知道当地有一个烟草公司吧 应该是 谁要是烟草局 还是谁要是烟草公司 他账上长期趴着货币资金八个亿 你想他多有钱 而且他给他们上课的话呢 那每个员工都是朝气昂扬的 不光是朝气昂扬的 你跟我聊天的话呢 那个气势能把你秒杀 有一位烟草专门界的女士 大概三十岁上下 打扮得非常时尚 拿着一款最新的手机 那时候叫诺基亚翻个手机 就这么不断的翻开和上 翻开和上 跟我聊天 他想考诸多会计师 问我能不能给他做私人辅导 聊天的第一句话就把我吓着了 邝老师 你一晚上多少钱呢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我没反过来 我当时瞬间报件 我一晚上我五百 后来想想这句话有问题 作为一个神圣的 诸多会计师的培训教师 怎么可以啊 我们卖意不卖身 但是这个问法的话呢 的确是盛其凌人 你一晚上多少钱呢 政府特许权 这个是不做无形私产的 因为他太猛了 这个价钱太高了 不能做无形私产 这个可以做 企业特许权 企业特许权 其实就是特许经营 大家听说过加盟没有 你比方说肯德基 你开一家肯德基店 需要向美国总部交特许权费 大概是180万 那你买的其实就是一个特许经营权 花完180的话呢 借无形私产特许经营权 带一行损款180 然后交了这个钱之后的话呢 他付的给你打广告 付的给你培训员工 付的给你装修 都从这钱里面来出 那么收钱这组叫特许权费收入 后面会讲 在这的话呢 这是他的另外一种情况 只有这个做无形私产注意 其实就是加盟权 你掏了钱之后 你才有资格去经营人家的产品 用人家的商标 相关的产品销售 特许权 受法律保护吗 当然是 有没有期限 有 只有授权 是企业操作的 才能做无形私产 政府授权 因为价钱太高 所以说不能做无形私产 行了 这几个一定要记住 它的名称和它的特征 这里面最具特征的是 非专利技术 是一个没有期限的 不受法律保护的 这么一个私产 唯一的一个 要特别注意